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櫃 这次带大家来到彰化皮头香的核心宫 核心宫主是神尊为天上圣母 最早可处于西元1743年清乾隆年间 就已为当初最早梅州迎回的妈祖娘娘 与皮头小卜星建立池塘庙宇 庇佑在地以及邻近的村民百姓 之后又陆续经历多次的整修扩建 于是有今日的规模样貌 而皮头和星空香火鼎盛传承至今已经超过280年哦 也是当地百姓很重要的信仰中心 欢迎光临掌柜说 我们是一个关于转运、祈福、变好命的频道 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把影片看完也没有关系 记得先订阅 把掌柜说频道存起来 这样才不会找不到我们哦 核心工整座庙宇结构庄严堂皇、华丽雄伟 庙前的盘容十柱十诗、两侧的龙虎十度、任务花卉雕刻 以及乌檐乌瓦的减黏玉处等 皆栩栩如生、精致非凡 进到大殿里就会看到这种色的超级 正殿妈祖慈悲端坐之中 同时也有最早奉饰的黑面三骂 以及陆续供奉惨白的二骂 四骂 五骂 六骂等妈祖神尊 而在正殿神龛的前两侧 也可以看到千里眼 以及顺丰儿两位威风凛凛的护驾将军陪师在此 我们接着走到大殿旁边 看到这里有一颗非常显眼的炸弹 驻立在此 真的很难不被吸引关注 为何庙里会有一颗炸弹放在里面呢 原来相传在1944年二次世界大战时 台湾仍然受到日本借管 故美军常会对日军驻扎地投资炮弹轰炸 当时美军派B29轰炸机 以500磅的炸弹轰炸核心攻北侧的五分车站 而那时在车站的旁边刚好有众多庄民聚集 前军依法之计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颗炮弹居然安然落地没发生爆炸 众多庄民的生命财产因此保全 而据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描述 曾经看到一位身穿红衣红裙 脚裹着三寸经典的妇女 在天宫用手接住的炸弹 因而使炸弹安全落地未爆炸 这件事还曾经登上报纸头条轰动全球 而事后妈祖神像的右手食指竟然也离奇断裂了 因此庄民相信 一定是和新宫的妈祖娘娘慈悲为怀 大显神威 牺牲自己的一根手指来接下炸弹 庇佑庄民平安无哉 从此和新宫的妈祖娘娘也开始有炸弹妈祖的称语 而这颗未爆的炸弹 也就是我们眼前陈列的这一颗 现在也是和新宫的正宫之宝哦 在镇殿除了供奉天上圣母 中坛元帅 五谷仙师 以及虎爷之外 两侧神龛也还有供奉福的正神 以及祖神娘娘 值得一提的是 在和新宫的正宫上方收藏许多珍贵的历代牌匾 最久的已将近三百年哦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边拜拜 也可以多多留意欣赏 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主题 别忘了先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 还有订阅掌柜说频道 先把我们的频道存起来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 我们再继续往上走 就会看到佛祖殿 里面供奉的是观音佛祖 以及十八罗汉 两侧也有奉饰王母娘娘 以及帝母娘娘 感谢观看 而在太歲殿裡則是奉有斗老援軍 裴侍為南斗興君以及北斗興君 一旁的大城殿除了祖師至聖先師孔子之外 還有一般廟宇比較少見到的裴侍神明 而在另一旁神殿也還共拜有地藏王菩薩 福德正神以及核心宮歷代先顯入位 核心宮目前正在為購買南斗廟地募集善款 歡迎大家為媽祖共襄盛舉 同時如果大家有機會也可以親身來這邊參拜 感應炸彈媽祖的神恩庇佑哦 關於核心宮的電話以及地址 七掌櫃也會放在影片下方提供給大家哦 而如果你看到本集核心宮的介紹 讓你有和神明產生的共鳴 也歡迎在下方幫我們留言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核心宮 如果你也有到過核心宮拜拜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七掌櫃哦 看到影片的最後 如果你覺得內容還不錯 可以的話請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並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夠收到我們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也請你動動小手 幫我們把影片分享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有你的支持 我們會更有行動力帶大家拜拜共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給大家哦 我們下次見